来看到运动的消息 台中市城市棒球队由原先的经营者出现问题 所以改由运动家乐乐公司承接再出发 而这队名是取回台中运动家承棒队 请来职棒名人曹总 谢长亨来出镇总教练 是让传承着棒球经验扶植新生代人才 日前更在2015年的协会杯全国承棒赛 已经首次参赛 市长带领众人做出打击姿势 象征台中市运动家棒球队正式成立 市长表示台中运动家队不是蓝队也不是绿队 是台中的棒球队 希望城市不分蓝绿因为棒球而更加团结 未来还要陆续举办多场赛事 台中是一个棒球之都 我们现在五级棒球都已经齐备 从绍棒青绍棒青棒 成棒到这个职棒 那我们也在把这些运动的设施做好 人才的培育 这个是对城市来讲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动 棒球是我们的国球 那也是台中市城市一个光荣 台中市城市棒球队由于原先精英者出现问题 改由运动家预乐公司承接再出发 正式命名为台中运动家成棒队 请来职棒名人曹总谢长亨出任总教练 还网罗多位知名职棒退役球员加入 虽然是可以讲是随心手艺不预计的年龄到了 不过跟从小七八岁的心情一样 虽然老了但是总是心情很年轻 希望能够继续为台湾的运动来奉献 特别是回到故乡台中来 倍感亲切 尽最大的努力 然后让我们这个球队有好的表现 因为我刚来接这个球队也不是很久 所以要很充分的了解也不敢讲 但是几场热身赛看下来 我们的攻击层面 目前的状况还呈现比投手的战力还要比较好一点 大概特色这样 前面的几个棒次的速度是蛮快的 曹总表示将近最大努力 让球队有好的表现 每场比赛都会全力以赴奋战到最后一刻 运动家队的首战将在23号 在2015年协会被全国成棒赛开打 欢迎大家一起到棒球场 为选手加油打气 记者杨春环台中采访报导